甜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本纲要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条第四项规定定制 第二条,国际航权分配或非航国际包机支营运审查,依本纲要办理 但条约或协定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第三条,双边通航协定,以下简称双边协定,之国际航权分配,依下列原则办理 一,双边协定中规定一家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以下简称业者,营运者,由一家业者营运 二,双边协定中定有多家业者营运条款,且每周总容量班次在七班以下者,得由一家业者营运 三,双边协定中定有多家营运条款,且每周总容量班次于七班并有容量班次上限规定者,得由多家业者营运 四,双边协定中定有多家营运条款,且不限每周总容量班次者,其营运家数不受限制 五,双边协定中定有多家业者营运条款,且每周总容量班次现已或运营运者,以不与二家业者营运为原则 一,前向第一款营运之业者,享有每周七班之优先营运权 但双边协定修定为多家营运解容量班次于每周七班者,得增加第二家业者营运 第二家业者营运达每周三班后,其续增容量班次依序由该二家业者轮流增班至第二家业者达每周七班 如仍有剩余容量班次得一第四向第二款至第四款办理 一,第一向第二款营运之业者,享有每周七班之优先营运权 但双边协定修定容量班次于每周七班者,得增加第二家业者营运 第二家业者营运达每周三班后,其续增容量班次依序由该二家业者轮流增班至第二家业者达每周七班 如仍有剩余容量班次得一第四向第二款至第四款办理 一,第一向第三款申请营运之业者,所申请之容量班次数总和位于双边协定容量班次限制时 一业者申请之容量班次数分配之,所申请之容量班次数总和于双边协定容量班次限制时 依下列原则办理 一,两行点兼航线优先分配二家业者营运,享有每周七班之优先营运权 但两行点兼航线之一行点为松山机场者,享有每周六班之优先营运权 二,两行点兼航线营运之业者均达前款之容量班次者,得增加一家业者营运 三,新增业者首次分配每周三班 但申请营运容量班次或可分配营运容量班次少于每周三班者,不在此限 四,依前三款分配后,如有剩余容量班次,依序由该等业者轮流增班 一,第一项第五款申请营运之业者,所申请之容量班次数总和位于双边协定容量班次限制时 一,业者申请之容量班次数分配之,所申请之容量班次数总和于双边协定容量班次限制时,得分配业者至少每周一班 第四条,新订或修订之双边协定于签署后,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应将双边协定之容量班次 含之经核准经营国际航限定其航空运输业务之业者,业者于接获通之后,应于限期内将营运需求及减负下列文件,报请民航局出审 一,机队及机组员能量 二,航线营运计划 包括你使用机型,每周容量班次及航线 三,市场调查及运量估计 四,收支预估 五,第六条评估项目之相关资料 民航局应一,第六条办理评估,并将评估报告及前项出审之分配建议报请交通部核准 第五条,双边协定有修订容量班次,而未涉及增加业者营运时,于双边协定签署后,民航局应将双边协定之容量班次,含支援营运之业者,业者于接获通之后,应于限期内减负增班计划及前项第一项之文件,报请民航局出审,民航局于出审后,应将分配建议报请交通部核准 第六条,民航局出审议者之申请营运案时,应依下列政策面及技术面项目评估并予以排序 一,政策面,占比例60% 一,国家政策及公共利益之配合 占比例30% 二,建立我国成为东亚转运中心及我国整体长远航空事业发展之考量 占比例20% 三,业者对相关航权争取之具体贡献 占比例20% 四,业者对相关货配容量班次之营运执行情形 占比例15% 五,区域均衡发展之考量 占比例15% 二,技术面,占比例40% 一,飞安作业两宇 占比例50%,评分方式如国际航权分配技术面飞安考核评分表 二,营运计划可行性 占比例25% 三,有无财务纠纷至影响公司正常营运 占比例25%,前项排序相同时 应优先考量政策面排序 政策面排序相同时 再考量技术面之排序 第七条 经缔约双方同意于双边协定签署前 应将营运之业者告知缔约他方或双边协定内应明定营运之业者时 民航局得于双边协定签署前一第四条及第六条之程序办理 前项营运之业者于双边协定签署前 发生第九条不得参与国际航权分配情施者 民航局得一第六条之程序办理 第八条 业者得以自有或租赁之航空器经营或配容量班次之航线 以租赁航空器经营者 不得借由出租人开立机票或提单销售其运送服务 将或配容量班次之航线由该出租人运用 但该出租人运业者且具有该航限制或配容量班次者 不在此限 业者违反前项规定经查证属失者 民航局得一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七条规定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完成者 民航局得一民用航空法第112条第一项第六款规定处罚 第九条 业者有发生航空器失事者 自发生日起一年内不得参与国际航权分配 但经民航局非航安全评议会评定 其失事显着不可规则于业者 不在此限 依前项规定不得参与国际航权分配之业者 经民航局非航安全评议会评定 无违反民用航空法规之情失事 集会复参与分配 并得余下一次分配时 依国际航权分配技术面非安考核评分表 予以加分补偿 第十条 业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民航局得报请交通部废纸 或配容量班次之全部或一部 一 完成分配程序后 一个月内未提出航线申请 二 经合发航线证书后 四个月内未开行 三 开行后停止营运达六个月 或仅得一家营运之业者停止客运业务达三个月 四 未充分使用或配容量班次连续达六个月 业者对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 得于各款期限界满前以书面说明理由向民航局申请延展 延展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 并以一次为限 但因天灾 战乱等不可抗力因素者 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双边协定上有容量班次可供增加业者营运 或有经交通部废止容量班次 而得重新分配业者营运时 民航局得一第四条及第六条之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业者申请非一双边协定授予之货运航权时 应检附你非航国家主管机关之核准文件 报经民航局核转交通部核背后 并经民航局发给航线证书 使得营运 第十三条 业者申请非航国际包机 应先取得你非航之机场起降额度或时间代 并经民航局航机务审查合格及移民用航空运输业 管理规则申请核准后 使得营运 业者申请非航国际包机之航线 已有业者经营定期航线班机时 应不予核准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民航局核准者 不在此线 一、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或其他连续三日以上假期及期前后 三日之国际客运包机申请 二、配合国际贸易旺季之临时性国际货运包机申请 第十四条 业者申请非航国际包机之航线 暂无业者经营定期航线班机时 其家数及驾次不予限制 依前项规定已非航国际包机之业者 与已或配营运定期航线之业者开航后 三个月内仁得申请继续飞航 第十五条 本纲要自发布日施行 同纲要自发布日施行 所以显示顶尴度